这个男人穿条裤衩 就能在宗雄的老家肆意横行 一个光溜溜的秃头 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再加上欧洲大表哥送来的路腿 三天饿酒顿的埃厄德 终于吃上了皇室级别大餐 罗马尼亚的卡尔巴仙山脉 号称欧洲最后的荒野之地 这里居住着近六千头凶猛的宗雄 是人类探险的禁地 而德也将在这危险的地区生存十天 没有任何随从 只有自己和摄影机 还有能让马赛克军休息的裤衩子 刚下飞机德也就被晒得直皱眉 这里环境虽然不错 但现在没时间欣赏 赶紧下山寻找水源 和搭建庇护所的地方才是正式 德也走了近半个小时 刚刚还晴朗的天气突然变得乌云密布 摄像机没有防水功能 还得把它放到储存袋中 现在寻找水源的任务暂时放弃 德也找到一棵倒塌的树木 收集大量云山树枝 搭建了简易党羽棚 随后为了不让自己睡在潮湿的地面 德也又找到了泥探险 这中间很柔软 跟席梦斯床垫差不多 德也毫不客气地撕下一大片 拿到还有一丝阳光的地方晒晒湿气 在缺水的情况下干这么多活 即便是身强体壮的德也开始糟不住 头昏脑长只是脱水的基本症状 由于没有工具 他也无法收集即将到来的雨水 到了夜晚温度已经低至5度 还好德也早就准备好了温暖的庇护所 爬进去就能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 第二天大清早起来赶路的德也 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找水 生活和搭建庇护所 这些都不能少 下山的时候还发现了野生果实 吃起来口感酸酸的又点像蓝莓 是含有大量维生素的食物 走着走着德也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看来小溪就在前方不远 脸色的笑容也逐渐放肆了起来 果不其然 谷底就有一条清智的小溪 咳了一天的德也啥都不管 直接蹲蹲蹲猛喝一顿 撕过衣 农夫山泉的味道 有了水源 德也打算再次安营扎寨 他用木头搭了一个简易三角支架 两边放上树枝 然后在上面铺在一层厚厚的落叶 虽然是搭建庇护所这种苦力活 但德也却硬生生玩出了小时候丢沙子的感觉 这下简单舒适又防雨的落叶大棚就搭建好了 接下来只需要生把火就能完成今天的任务 德也拔了半天都没发现一点枯草 结果一抬头却看见了鸟巢 这感情好 拿回去生活简直美滋滋 就是小鸟回来发现房子没了估计会气到说人话 之后又找到了一些松树枝 这是森林中非常好的可燃材料 一切准备就绪 德也回到庇护所 就开始钻木取火 第一次很快就钻出了火星 但火融太潮湿根本这不了火 接着他又尝试了第二遍 可还是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虽然看到了火焰 但却因为自己太激动又吹灭了 这下德也承认自己彻底被打败 两只泪汪汪的大眼睛养着天不想让眼泪掉下来 看来今晚不仅得挨饿 现在还得受冻啊 第三天德也怒气冲冲地收集了一大堆火龙 把他们放到太阳底下晒着 就不信这样还生不起火 之后德也来到山里找蛋白智吃 这只倒霉的蝴蝶当场就被他塞入口中 就是这味道有点难以言喻 本因为吃蝴蝶就够重口了 可接下来他竟然去土里挖大黄 好家伙 这可是疏通肠胃的良药 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胡萝卜 现在离太阳下山还有两小时 火溶已经晒得差不多 补充了蛋白质的德也 赶紧跑回去生活 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 火终于燃了起来 温暖的火焰 舒服的B护所 现在差一个金发妹子 就能体验到度假般的感觉了 之后德也拿出挖回来的黄莲打算烤着吃 这味道还不错 有土豆那感觉 但黄莲的副作用很快就上来 短短一小时 德也已经拉了三回 每次都得去白米外的小溪里擦屁股 这几轮下来 他的实力已经去跟博尔特赛跑 到了第四天 德也感觉到头昏脑涨 本来就没吃啥东西 昨晚还拉了一叶肚子 差点没给肠子喷出来 经过这次教训 他发誓再也不碰大黄 德也沿着山路一直向下走 没想到在途中发现了一堆新鲜的狗熊粪便 那自己住这里 岂不是成了狗熊的邻居 还没担心两秒他又发现了新收获 有头鹿从山坡上跑了下来 那说明这里除了狗熊外 还有其他野生动物 德也看到后舔了舔舌头 瞬间就把狗熊的危险抛之脑后 古话说不入虎穴烟的虎子 德也冒着危险继续前进 终于在地上发现了一堆路份 并且周围道路上的痕迹 也说明经常有动物经过 这感情好 德也直接给他们安排一个陷阱套餐 威力嘎嘎猛 绝对能料到路这种小型动物 接着他又来到山顶 这片草地层是蚂蚱的天堂 只不过现在变成德也的了 蚂蚱富含的蛋白质是牛肉的三倍 是在荒野补充能量的不二之选 回到庇护所之后 把抓到的蚂蚱串在一起 大大小小夹起来有六七只 放在木炭上看起来像个肉球 外焦里嫩 吃起来嘎崩碎 就是缺点肌肉味 吃饱了德也还想来碗汤补补身子 他将云山树皮切割下来 把四个角弯曲做成碗状 用松枝做的自制浇水固定住 一个德牌大碗就问世了 但咱们煮费还是个问题 德也直接拿来一块加热好的石头 丢入水里滋滋冒泡 然后放入一些前麻叶 一碗增味汤就做好了 德也尝了一口 味道竟然出奇的好 就是缺点盐味淡了些 第五天德也大早就起来洗漱 还用木炭给自己刷个了牙 今天也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做完这些后 来到山下查看昨天的陷阱 突然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彼此不知陷阱竟然成功了 上面的路除了没有生命特征外一切良好 再次给了他一闷棍之后 德也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没想到这次竟然打破了艾伦的魔咒 不过解剖成了现在唯一的问题 况且昨天还在山下发现了狗胸的踪迹 他只能再次扛着落来到几公里外 然后砸了一块食用石当作工具 不一会就得到了完整的陆皮 切割完成后赶紧回到庇护所 先吃块炭烤鹿干试试口 这味道简直了 鹅干什么的在这都不值一提 为了防止询问到其心来讨试 德也做了个底下烤鹿隔绝气味 这是木堤层恐军 一人切能保持很久的火焰 是转一火种的不二之选 等坑里的火烧完 放上鹿腿 铺上菜野和泥土 静候九九八十一分钟 在此期间德也打算先处理陆皮 他把皮毛捆在木架上 等拉伸程度足够之后就可以穿 八十一分钟很快就过去 德也直接掏出一块鹿腿 这外焦里面的口感是真不错 虽然没有盐和孜然 但也是人间极少的美味 第六天下起了小雨 德也赶紧在火种上方搭了个挡雨棚 要是这好不容易生起的火灭了 那他又得一夜回到解放前 看着鹿肉刺刺流口水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九天 德也现在的小日子过得非常悠闲 他将陆皮上的脂肪清理干净 一顿操作后 给自己整了个温暖又舒适的陆皮上衣 看他这高兴的样子 就知道有多爽 明天就是彻底的日子 德也还想再次之前再吃顿烛光晚餐 他又来到山顶抓了几只蚂蚱 紧接着去收集了许多蓝莓 还有可食用的三叶草 最重要的烛光可不能少 他用松枝和木屑包裹在一起做了个火把 点燃后的效果非常不错 万事俱备 此时的夕阳也刚好撑起了氛围 点上烛光 先来一口三叶草沙拉 味道简直撕过一 将鹿肉涂满蓝莓酱 这比原味好吃了不止一星半点 从来的时候一无所有 到现在享受烛光晚餐 他简直赢隔壁备也太多了 第十天终于来了 德也告别幸福小窝 拿上装备就出发 走了两小时 终于看到了前来经营的护林员 欧洲的罗马尼亚挑战成功 下一期德也将前往澳大利亚的金柏丽海岸 化身红色超人 海鲜美食一样不少 喜欢德也的观众点个关注不迷路 下期更加精彩 这个男人已经饿疯了 只见他在捕鱼陷阱里 装了两大坨奥里给 令人没想到的是 竟然收获了好几条鱼 就是这吃的时候 还得避着气才行 既德也上次冒险 已经过去了60天 这回他接到一个大单子 没有装备 没有衣服 也没有头发 甚至连摄影师西蒙都留在了家里 在只剩下裤衩和摄像机的情况下单 挑荒野十天时间 同样喜欢德也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不迷路 正片马上开始 这次德也将要挑战的是 位于东南亚地区的婆罗州 这里只被茂密环境潮湿 跟他老家亚马逊雨林 可以说是有国之而无不及 刚落地 德也就一脸迷茫地看向四周 绿茂式的树海 差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德也的求生经验告诉他 沿着这条路走一定有好东西 在高达38度的雨林中 水资源是最重要的 目前距离太阳下山还有三个小时 寻找溪流这件事情变得刻不容缓 一路上尖刺杀得特别多 差点就给德也的脚底 来了个全方面针灸 走着走着发现脚上多出了一只吸血纹 看来小溪离着不远了 结果找到之后发现这是潭丝水 可能含有大量的病毒寄生虫 喝下一口三天后就能吃喜 还是得寻找流动的水源才行 幸运的是往前走了没意会 德也就听到了流水的哗哗声 这下可算找到了需要的水资源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德也决定一鼓作气把活全干完 他在不远处找到棵参天大树 边上正好有个凹进去的地方可以休息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地方 早就有生物住了 不想晚上全是爬满蚂蚁的德也 也只能离开 他来到空地 打算把树枝用藤蔓绑在一起 不意会就完成了网状屋顶 把棕榈叶盖在上面 一个简易的庇护所就做好了 德也本想保险点拔水煮沸之后再喝 可隔壁被也都不怕 那自己也不能耽 于是便趴在地上 蹲蹲蹲地喝上了几大口 嗯 一股农夫山泉清甜味 喝到水的德也 发出给给给的怪笑 至于食物 挨饿德从来都是遵循三恶九顿的原则 因为只有这样肚子 才能留下最后吃大餐的空间 就是丛林里的蚊子实在烦 没有活种的庇护感都赶不走 他此时已经开始后悔没有生活了 到了第二天 德也大清早救起来熟悉周围的环境 他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处废泻的训练营地 还收集到了金属丝和塑料瓶 和一块大铁板 为了让皮肤少遭受一些折磨 德也决定先上把火 这种基础生存技能 对他来说是手拿把架 可现实却啪啪打脸 由于地形太潮湿 德也钻了半个小时 都没有看到一点火花 反倒还给自己累倒在地 那行 摆烂吧 反正都是要三天饿九顿的人 而且脚底下还不知道 为什么给咬了一口 应该不是蜘蛛 要不然这回已经可以吐蛛丝了 之后德也找到一根生姜来犒劳自己 不过贼难吃 尝了一下就放弃了 棕驴心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 并且含有很多水分 但并不是每根棕驴都有 这跟刮彩票似的 还好德也运气不错 这要是去买彩票 估计能中五百万 尝一口 嘎崩脆 就是缺点肌肉味 随后又斩获了一只蛆虫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 可艾尔德这幸福的表情 就知道又多美味了 吃饱喝醋 继续干活 这次直接就钻出了火星子 本以为他就要生火成功了 但却败在了最后一道程序上 还白白消耗了这么多时间和体力 没办法 这片地区实在太潮湿了 现在天快黑了 他得抓紧时间再弄些蛋白质 用起来的矿泉水平 制成了一个简易陷阱 拿些蚂蚁当诱饵 直接丢入水中 猎物进入陷阱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躺在庇护所的德也寝食难按 他总感觉已经有大祸上钩了 然后越想越激动 第三天检查的时候 却只有一只小龙虾 德也却又从旁边 拿出了个老旧的陷阱 看他这猛悲样 估计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里边却还有很多活鱼 估计是之前军人 在这里训练时留下的 这不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吗 德也不管三七是不是二十一 直接拿起只小龙虾 就丢入口中 这好歹先掐头去尾啊 晚上德也拿回来一大堆棕李叶 他打算把这些当被子盖起来 这样饱暖的同时 还能抵挡蚊子进攻 到了第四天 精神饱满的德也正准备生活 可弄公钻的时候 一不小心给绳子弄断了 好家伙 这下玩球了 艾尔德委屈到两只泪汪汪的眼睛 差点流出了泪水 但不经历风云哪能看见彩虹 德也不停地给自己打击 并且要再尝试一次 可能是老天觉得他太可怜 这次终于成功升起了火 接下来就可以远离那些该死的蚊虫了 德也也高兴到发出了给给给的怪笑 之后他拿来一大碟棕李叶 再度建造了个党羽棚 这里的生活如此美好 不去弄顿龙虾大餐来吃实在太可惜了 他把从训练营里面捡来的 可口可乐瓶子用来烧水 这样煮出来的水 还有古淡淡的肥宅水味 然后用捡来的工具 吃一顿铁板烧 这碗得也睡得非常舒服 不仅吃饱喝足 连最讨厌的蚊子都没来骚扰 精神饱满的他 打算去四周看看情况 沿着河流发现了一条瀑布 洗个澡放松一下起步美栽 不知不觉就耍了好几个小时 之后他又发现了一条临间小路 看样子经常有动物在这里活动 于是便在路上设立了陷阱 只要有动物从这里经过 哪怕是大象来了也得挨一巴掌 看到效果还不错 得也满意地回到了庇护所 由于经常走水路 脚底上的脓已经开始破裂 这样很有可能会患上热带溃疡病 他决定制作一张吊床 这样睡觉的时候 脚就能远离地面了 这得寻找大量的藤蔓才行 一段时间后 得也收集了八根藤蔓 疲劳的身体意识着他快到极限了 不过好在这些藤蔓够用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住他的重量 这样子看起来还不错 劳累了这么久 是时候去外头找点食物了 这种小甲虫也含有非常多的蛋白质 只不过这外形怎么跟放屁虫有点像 得也不管三七二十二 直接丢入口中嘎嘣脆 还有点肌肉味 第六天下起了大雨 由于摄像机没有防水功能 得也只能待在庇护所里 头顶上的棕里也给了他非常足的安全感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火种被淋湿 不过这样也没蛋白质 他又变回了三天饿酒顿的艾饿德 到了第七天 得也一大早就说自己梦见陷阱捕捉了一只大野猪 看来今天的收获石不会少了 当他来到这边却傻了眼 陷阱还是功功整整的立在那里 根本没有触发过的痕迹 看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河里的鱼身上了 得也拿着摄像头神秘的说 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鱼儿 就是用了之后 下一个到这的挑战者会骂娘 宝哥还在疑惑的时候 他直接举起了两个这奥利给的瓶子 好家伙 这下一个挑战者估计不只是骂娘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 第八天得也来检查时 效果却出现的好 除了看起来有点恶心之外 洗干净后还是能吃的 得也为了有一试感 还专门做了双筷子 其实也是手上的奥利给洗不干净 不然直接就用手扒了 而他脚底的伤口 也开始慢慢好转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时间到了第十天 今天差不多就可以撤离了 给自己存在过的证据消除掉 然后试了扶一去 深藏公语名 一路沿着河流向下走 他终于看到了前来机影的工作人员 就这样 得也在只有一条裤衩的情况下 独居婆罗洲十天 这胡子都快张到脑袋上去了 好了 本期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下一期得也将前往欧洲最后的荒野 罗马尼亚 看他如何与几千头棕雄堵食 最后吃到黑炭烤腿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荒野求生视频 这次得也将要挑战 澳大利亚洲的金箔利海岸 在这残酷的环境下 却住着海景别墅 吃着海鲜大餐 这样的日子好不快活 在进入这片地区前 当地居民还用这式颜料 给得也上了个色 这样他就能变得像 沃多伊人一样勇猛 虽然是很严肃的场景 但我还是想说 怎么长得跟紫树精似的 得也重操旧业 再次穿上了马赛克军 在海岛探险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爬上高处探查情况 整片海滩连棵椰子树都没有 得也的心瞬间就凉了半截 这下三天饿酒顿的遭遇 是没得跑了 寻找淡水资源依旧是首要任务 因为只有上游 才能找到能喝的淡水 得也打算去海洋分流的末端看看 此时太阳直直地挂着头顶上 脚下又是尖尸和刺草 一路走得他差点以为在上刀山 最过分的是到上游位置时 这里早就干涸了 得也被晒得面部发黑 在这种近40度的高温下 身体每小时会流出体重的3%的汗液 万般无奈下 他选择了一滩死水 估计里面能提取出一套化学周期表 但得也可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猛喝一大口 这里的淡水很充足 并且还有可乘凉的树荫 得也将脸上的颜料洗干净 打算先在这住一晚 现在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 屁股和小兄弟一直被晒着也不是个事 得也收集了一些漏兜树叶 这种树叶虽然外表有锋利的尖刺 但只要撕开表皮就是叶肉 心灵手巧的得也 没一会就做出了个草群 现在二弟有了防护 得也打算回到海岸找点食物吃 太阳快下山了 海水也到了退潮时期 沙滩上空出的一大片 是赶海人的福音 得也打算等海水再降一些救去对面 还说自己不是不会游泳 只是怕鳄鱼袭击罢了 礁石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牡蛎 它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和蛋白质 但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肉太少 要吃上几百个才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 虽然牡蛎很好吃 但太阳快要下山了 得也不得不收拾收拾回庇护所 结果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这下完毒死 金箔利沙滩会有三种不同的毒蛇在夜间活动 随便碰上一条都得死瞧瞧 也许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庇护 得也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这惊险刺激的一趟 差点给他小心脏吓停了 还好这下回到了安全的峡谷内 到了第二天也不知道咋回事 裤裆里突然就多出了一只被压成薯片的杰瑞 也不知道昨天做了啥毫无人性的事 修整一会后 得也打算去远处看看 昨天吃牡蛎的时候 发现远处还有片沙滩 经验告诉他那里绝对有好东西 路上的泥沙很软 要是不小心踩到螃蟹 夹到的话估计要捅上一阵子 走了半小时得也的脑袋都快被晒除头发了 赶紧糊了些泥巴当防晒霜 这片沙滩看起来还没被开发过 得也在这里捡了两塑料瓶 还有一颗像鱼雷的东西 走近一看原来是渔船的浮标 这东西用来储存水源在河市不过了 统统带回家里 回到庇护所后 得也又有了新发现 在水潭的不远处竟然遍小湖泊 赶紧舒舒服服的泡个澡 这小日子过得简直太巴适了 之后得也为了让晚上不睡沙地 爬拉了几块枯燥的树皮 还弄了一些三尺肤 合在一起造了张床 夜幕降临后 得也躺在新床上十分巴适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第三天得也打算搬家 现在有了储存水源的工具 再也不需要住在这深山老林里了 他来到海岸 这里不仅是野空旷 而且还更容易获取蛋白质 水可以每天回去打一遍 之后得也在这搭建了两堵挡风墙 然后拿树枝当作屋顶 一幢海边小别墅就建好了 劳累了一天的得也打算喝点水 可结果瓶子却漏水了 拿起另一个也漏了很多 看来今晚又得回峡谷里面睡觉了 第五天得也感觉自己头昏脑涨 因为昨天一直都在干活 连牡蛎都没吃一点 力挑战结束还有五天 他得想办法解决掉现在的困境 得也来到海滩寻找一些生活的材料 这些每天都被曝晒的枯木 是最好的生活道具 之后又扯下和欢树的树皮 制成了一个弓钻 万事俱备 开始生火 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果然有用 没过多久就燃起了火焰 得也之前的皮被一扫而空 之后他用烧焦的木棍 将浮标烫出个口子 来到之前居住的地方装上满满一壶水 然后像被炸弹似的背着浮标朝新壁户所走去 难受的是路上坚实太多 得也的脚底被割出了一道大口子 到达新庇护所后直接泪倒在地 不过近两天没吃蛋白质的他 还是打算先寻找食物 现在有了火 食物已经可以不用局限在牡蛎上了 这边有很多海螺 他们提供的蛋白质也非常多 寄居蟹也是不错的食材 直接把收集来的食物放到火上烤 一份地道的海鲜烧烤就完成了 直接把寄居蟹连着木炭一起吃掉 这口感简直美味 跟西班牙海鲜饭有了一拼 之后又敲碎一个海螺 嗯 爆汁的感觉 还是熟悉的鸡肉味 饭后还能享受美丽的夕阳 看着海面上的太阳下山 是一件多有趣的事啊 即便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德野 也不得不被这个景象震惊 时间来到第六天 虽然现在德野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一只吃海螺螃蟹也不是个事 他打算制作一根鱼毛下海捕鱼 将木棍一头放入火中烤焦 然后在石头上磨尖 不一会就完工了 这次德野打算去南方向的沙滩捕鱼 这边的礁石明显少很多 还能保护脚不被刺伤 德野计划着捕住一种叫刺咬的鱼类 只要站着不懂静静等待上钩就行 不过他站了半小时腿都麻了 也没见一条鱼上来 之后又奋斗了几个小时 眼看还是一点一点长上来 德野也不得不放弃不渝行动 他现在脚底被割伤非常痛 走在沙滩上像个老年人散步似的 回去的路上还要经历一条刺草道路 这对德野来说 简直比上刀山还恐怖 还在最后一圈一拐地回到了庇护所 本以为能闲鱼翻身 可结果日子越来越苦 七年的德野选择下午躺庇护所里睡觉 到了第七天情况终于好转 德野在一棵树上找到了猴面包裹 一般来说澳大利亚是看不到这种树的 这些果子是世界上富含热量最高的食物 打开之后外形跟坚果差不多 口感很硬 但味道还不错 之后又在石缝中找到了新鲜的海盐 绝对纯天然无添加 一顿烤盐坚果的食物 在它脑海中诞生 回到庇护所赶紧加工 放到口中异常 哇 这味道 油盐简直就是不一样 好吃到德野根本就停不下来 直到晚上还在回味烤盐坚果的味道 要不是节目组明确规定不能带半料 都想塞一包盐到裤裆里 今天德野发现了好东西 一根很粗的鱼线 如果能找到鱼钩的话 那他也能尝试钓鱼 一番寻找后终于在石缝里发现了鱼钩 德野打算用海螺螺当鱼儿 还摸了把火灰当作防晒霜 之后就来到海边 进行展示自己的实力 可结果坐了半个小时 屁股都坐马了 硬是没有一条鱼上钩 最后换了个鱼比较多的地方 可这里同样没上钩一条 看来靠钓鱼获取蛋白质并不适合它 之后就是三天饿九顿的日子 直到挑战的第十天 德野终于能回家了 在这里这么多天 差点救我的连妈妈都不认识 但好歹也是挑战成功了 下一期德野将挑战非洲 生存动物种族最多的波斯瓦那 暴躁的河马 星星都是最常见的动物 最后还为了吃到蜂蜜差点被折 喜欢德野的观众点个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德野将要挑战 非洲最蛮荒的波斯瓦那 据说这里是号称 世界上动物种族最多的草原 大象河马鳄鱼 随便拉出一只 都是食物链顶端的生物 在挑战前 德野还向当地的白毛小哥 学习了如何制作陷阱 看他这大智若鱼的眼神 估计是想在挑战中 给我们整点绝活 进入挑战 德野熟练地脱掉裤子 穿上马赛克军 身处食物链低端的他的时刻小心 这里不仅有河马长吻 恶等大型动物 还有毒蛇蜘蛛蝎子蜈蜈蚣 哪怕是一点毒素 都能让德野当初恨西北 这样的环境下 生活就成了当前的首要任务 德野在周围转了转 发现地上有个动物头骨 锋利程度刚好可以拿来当切割工具 德野打算先去河边收集 纸索草给自己做条裙子 非洲的水域经常有鳄鱼出沫 它的攻击速度和咬河力 都是世界顶尖级别 之后德野收集一大堆吃缩草 转眼就给自己做了个碎花小群 这片地区的路非常不好走 绝大部分植物都有荆棘 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脚底的刺痛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棵不是很陡的树 遇到危险直接往上面窜就完事了 歇息过后 德野打算先胜堆火 大象分辨里面包含了很多纤维 是很好的生活工具 之后又找到了一些干枯的棕榈叶 拿捡来的头骨在木棍上钻个洞 这次生火过程十分顺利 第一次尝试就看到了火星 赶紧放入火熔中 没一会就燃起了火焰 以往都是先饿个几天再生火 现在这么顺利还有些不适应 不过有了火晚上不仅不会受冻 而且还不需要担心动物偷袭 简直不要太巴士 想到自己的美好未来 德野就激动不已 之后他把火堆分成两份 这样就能抵御两个方向的野兽 本以为这样就很安全 可到了晚上他就麻木了 四面八方的河马一时叫个不停 打他也打不过 只能忍着 趴在床上根本睡不着 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第二天看德野这迷糊的眼神就知道 昨晚被折磨得有多难受 心情极度不舒适的他 准备拿树上的沸沸出气 结果沸沸鸟都不鸟他一眼 这让德野这个高级生物感受到了侮辱 于是轻了轻嗓子 差点给自己喉咙喊破 不过这一声也挺有效的 这想让沸沸们知道了谁才是整片地区真正的主人 之后又在地上捡到了一大把山珠果 富含非常多的维生素C 就是有点酸 德野打算今天朝着草原深处探险 这样更有力探取情报和获取蛋白质 走着走着发现了一处风景优美的草坪 本想到上面肆意奔跑一番 可结果这里的草都是刺草 吓得德野瞬间冷汗直流 要是刚刚没检查就跑过去 估计脚底已经被来了个 360度无死角的针灸治疗 想要穿过这片地区 还得想其他办法 德野再来的路上 发现了一些蒲葵叶子 叶子中间又大又平 刚好可以用来做双鞋子 拿头骨在合适的位置钻个洞 然后用无花果的树皮当做绳子 一番努力后 德式嘎板鞋就诞生了 走了几步发现效果还不错 这下脚底终于不用遭受折磨了 什么刺草刺树统统没用 可走到草原这边 却不是什么好景象 一直死去很久的沸沸静静静躺在地上 除了没有生命特征外 一切良好 看着吃掉的部位 似乎只是因为嘴馋而猎杀 不过这还不算啥 继续往前走又看到一堆粪便 德野推断出这是猫科动物的粪便 可能属于花豹这种爬树高手 这瞬间就让德野头皮发麻 要是有头发估计都被吓到树起 现在天色不早了 今天的探险就到这 德野准备打道回府 他在路上发现了一只像松鸡的地下鸟 如果能抓到一只的话 也能补充很多蛋白质 由于今天一直在探险没时间搭建庇护所 到了晚上电闪雷鸣 要不是头顶那棵树顶得住雨水 那估计德野就要变成落汤鸡了 第三天树上的沸沸看起来很焦虑 德野推断出这是雨季到来的节奏 今天的任务是搭建一个挡雨棚 虽然这大树很靠得住 但凡事都有个万一 德野搬来一根木头架在树上 然后扯来棕李叶 不需要工具 不需要绳索 还不费什么力气 一个简易的茅屋庇护所就做好了 里面的空间很大 正好适合用来做男人的事情 之后德野又给火种也接了个小挡雨棚 在这片区域火种可算得上生命 昨晚这些后德野总算有了休息的时间 他打算用树叶挫出一些绳索 也许之后会排上大用处 这时树上的沸沸不老实地叫了起来 能跟沸沸叫真的 恐怕也就只有德野了 第四天德野做了很多动物驱尸绳 打算找个地方布置天罗地网 他在庇护所附近发现了河马的粪便 看样子是昨天晚上留下的 还好有火种 德野沿着之前探险的路径走去 发现这里又多出了羚羊的残骨 这个头角正好可以用来巴图埋陷阱 之后德野又找到了一片风水宝地 这里有很多鸟类留下的痕迹 于是在这做了个弹簧陷阱 只要有鸟赶吃里边的食物 那绝对会出发陷阱 然后被吊在半空中 之后德野在其他地方 又设立了两个陷阱 不知不觉就忙活到太阳下山了 第五天德野盯上了一只果夫 可果夫压根就不鸟他 挥挥翅膀飞走了 失望的德野只能捡起树下被吃剩的水果 味道还不错 就是粮太少了 之后他沿着河马的踪迹 一路走到河边 虽然河水里有河马和鳄鱼的威胁 但此时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蹲在水边就是一顿猛喝 德野又发现了另一处壮观的景象 一堆河马在水里跳老年迪斯科 实际上只是河马的美食盛宴罢了 这些跟德野没太大关系 他也只能回到庇护所 过着自己挨饿的日子 第六天德野已经饿到不行 他打算去看看陷阱有什么收获 第一个陷阱没被触发 而第二个则是自己报废 第三个也没啥收获 德野整个人都麻了 最过分的是走着走着 鞋带还断了 把时间浪费在修鞋上面 不是他的风格 但在非洲没有鞋箱寸步难行 现在挑战时间已经过半 再不想办法起绝窘境 估计就要靠挨饿过关了 他朝着另一个还未探索的区域前进 希望能在这里有些收获 倒塌的树木中有一窝蜜蜂 看着就很好吃 快饿昏的德野差点就给手伸了进去 但理智告诉他这样不行 得回去准备一把火给蜜蜂熏走才行 德野想着想着 心里瞬间就没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另一只鞋子也遭受重创 好巧不巧就踩在一根超长钢柄上 瞬间鲜血之溜 更巧的是后面突然又窜出一只河马 这下丸堵死了 德野管不上脚底传来的疼痛 直接快步回到庇护所 没想到那只河马也跟了过来 吓得德野大气都不敢喘 要是河马有一点动静 他就直接表演个猴子上树 还好河马只是好奇这里有什么 嗅了嗅就回到了水中 这给德野差点就吓尿了 第七天德野拿着木炭 就准备去捣蜂窝 现在蜂巢下升上一堆火 然后套上擦摄影机用的布 我就想问这奇怪的造型真有用吗 结局不用想都知道 德野被盯得差点去世 好在临走前拿了块牛粪一样的蜂蜜 这外形怕不是在这放了几十年了吧 吃起来虽然有些辣干但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这波操作太危险 还不如在地上捡坚果舒服 吃了一块口感美味到爆炸 回到庇护所又是熟悉的人猴对猴 只不过现在德野已经没啥精力跟沸沸完了 因为明天就是挑战结束的日子 第十天德野一大早就准备跑路 这里的生活实在太苦 来了十天饿了九天 要是再多待会估计要受的连妈妈都不认识 非洲最原始的草原波茨瓦那挑战成功 下一期德野将前往委内瑞拉里 最神秘的特普一山脉 这里被号称为真正的湿肉世界 周围的环境原始到不能再原始 但德野却在这里摆脱了艾厄的诅咒 住着丛林小别墅 吃着汤烤刺鼠肉 蛋白质甚至多到需要用烟熏保存 喜欢德野的观众点个关注不迷路 咱们下期再见 德野这次终于摆脱了艾厄的魔咒 全脊高嫩 每次外出都捡了狗屎运 开局吃到香甜可口的大蜂蜜 河边散布捡到溺水的大次数 最后还能整两条清蒸大念鱼 要不说是参加荒野求生挑战 宝哥都以为他是来度假的 这次的挑战地点 是委内瑞拉的特普一山脉 是真正失落的世界 外貌看起来犹如科幻片一般 刚下飞机 德野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仿佛自己置身于侏罗纪公园 由于没戴头发 又站在海拔高达1700米的地方 德野很快就冷到不行 打算到山下去寻找水源和食物 山路非常陡峭 要是一步小心摔到就直接滚到山下了 空气中的气温也十分潮湿 到处都是苔藓和树枝 德野还看到一条这么粗的珊瑚蛇 从自己脚边路过 要是被咬一口 估计都等不到急救人员 就已经引恨西北 这样的遭遇让德野进退两难 他发现了一棵猪羽树 这种树的树坯全是纤维层 可以用来制成牢固的绳索 但德野却选择先给自己置件小裙子 毕竟哪个大男人没有一颗少女心 之后他又找到了一颗碧玉石 可惜里面开不出狱 要不然德野就是个赌狱小达人了 现在的天气十分不对劲 浓厚的乌云意识着暴雨即将来临 德野摸了摸头发 还好没带过来 山谷的部位有一条小溪 德野打算在那里安营扎寨 走着走着他又发现了个不得了的东西 一窝藏在石板下的蜜蜂 回想起上次在波斯瓦那吃到的爽口蜂蜜 直接毫不客气的准备给蜜蜂家掀开 结果这一先给他人整麻了 一条毒蛇和一只带着孩子散步的蝎子 采集蜂蜜的时候少有不注意就得完蛋 德野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扯下一大块 然后当着蜜蜂的面大口享受起来 当然也没忘了支持宝哥的粉丝们 吃饱后德野打算继续朝着山下寻找河流 这里的地形几乎接近90度 每一脚都是生离死别 再往下救到了德野心心念念的雨林地带 不远处就是小溪 今后完全都不需要担心淡水资源了 接下来只需要找个地方搭建庇护所 今天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沿着小溪的下游走去 德野发现了一处很棒的地方 天快要黑了 鲍鱼也马上就要来袭 但精致南海的庇护所也不能拉他 他选择既能挡风又能防雨的大棚是庇护所 没一会就给股价建好了 刚准备寻找树叶建房顶 大雨就哗哗落下 这下玩堵死 没有庇护所的德野洞的瑟瑟发抖 到了晚上气温继续下降 如果人体温度掉到28度以下 那就算话托来也 也只能摇头 还好节目组准备了急救茅毯 不然就只能给他来收尸了 直到第二天德野还是心有余悸 赶紧炫了几口水冷静冷静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下定决心要给庇护所弄好 这种芭蕉也非常适合用来当屋顶 就是摆放过程十分麻烦 还要一个一个折出这样的小钩子 他都想给隔壁被也喊过来做鼓励了 忙活了整整三个小时 豪华级别的党宇棚终于建好 下一项任务是生活 这片地区的树木都很潮湿 只能去远一点的地方 寻找生活材料了 走着走着德野发现了一条大瀑布 这简直是飞流之下3000尺 不过接下来德野的口水就要流下3000尺了 因为他在河边发现了一只次数的尸体 这橙色似乎还没死多久 隔开表皮之后 里面的肉也看起来很新鲜 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让德野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新鲜的肉类食物很容易腐烂 现在他得赶紧生上一把火 他来到草原上找到了很多干枯的木材 然后扯下裙子上的绳索 做成公钻就开始生火 也许德野想吃肉的欲望激发了潜力 这次生火非常顺利 没一会就燃起了火焰 德野高兴地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 释放机型过后 也是时候让嘴巴也爽一爽 割肉的时候裙子不小心被火点着 还好发现得早 要不然今天就得改吃烤小鸡了 之后德野割下内脏组成串串 没想到在这荒郊椅里 还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都说吃啥补啥 德野看着烤妖子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还剩下这么多肉 足够他吃上好几天了 一段时间后烤妖子新鲜出炉 德野迫不及待直接开吃 要不是担心顶破上面的帐篷 德野都要好吃到起飞了 烤心脏 烤干个来上一口 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美好 傍晚德野还在回味烤川的味道 现在感觉自己的妖子非常充实 要不是有摄影机 都想找个地方先解决一下了 第三天早上德野精力旺盛 他准备了一份烤排骨作为早餐 一口下去嘎嘣脆 脊肉味 两口回味无穷 再试试烘干好的胸肉 实在太爽了 这下德野就算躺在壁湖所里 摆烂都能坚持好几天 正好最近的天气都不撒样 为了防止雨水淋到干凉 他还得在壁湖所里拓沾挡雨棚 之后又搭建了一个储存干木柴的架子 何能让他远离潮湿地面的床 就是这摄像角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烤屁股呢 德野躺在上面别提有巴士了 舒服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干粮已经被德野全部消灭干净 现在又回到了四处觅食的酷逼日子了 他今天打算做一个捕鱼陷阱 因为最近河水涨了很多 一定会有余从上游跑到下游来 德野找到了一棵棕榈树 他想用树的筋杆做陷阱 但爬到树上明显不带可能 德野灵机一动 拉住树上吊着的藤蔓 利用杠杆原理直接给树折断 好家伙 骨有卤质深倒拔除羊柳 现有埃厄德志去棕榈树 将叶子割掉 剩下的杆子就是制作陷阱的好材料 除了金杆外 棕榈芯已是不错的收获 一口下去吃起来非常美味 既能提供维生素 又能补充蛋白质 前几天肉失多了 现在吃的蔬菜水果也挺不错 回到庇护所后 德野打算做一个这么大的捕鱼陷阱 本以为手工活对他来说轻轻松松 可结果做到晚上整整七个小时都没完成 难受 实在太难受 德野一下午没眨眼 眼睛都干巴了 第二天终于搞定 幼儿就在土里随便弄点就行 然后白蚁骂骂咧咧地退出了直播间 经过几天的雨季 河水的位置已经长了很多 真是捕鱼的好时期 德野将陷阱放入水中 接下来能不能抓到鱼就交给时间 第八天早上依旧在下雨 搞得德野哪都不能去 在亚马逊生活两年半 都没遭受过这样的委屈 但现在肚子已经饿得意志抗议 无奈吃下他只能前往前面的小溪 想洗个澡顺便抓几只螃蟹熬汤 可一番摸索之后 别说螃蟹了 连条鱼都看不见 还浪费了体内很多的热量 要不是庇护锁里的木柴足够 那估计德野又得过上刚来时的日子了 到了第九天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明媚的阳光让德野心情也很舒服 他来到捕鱼陷阱这里检查 竟然抓到了一条迷你版的小小鱼 直接回到庇护所享受早餐 虽然量不多 但吃起来的口感还不错 吃完蛋白质 还得再整点蔬菜当食物 烤棕驴心的味道跟软奶酪差不错 有魂有素 这样的荒野求生简直不要太爽 到了挑战的第十天 德野感觉自己已经不想离开了 虽然回到文明社会能连上WiFi 但没想到捕鱼陷阱里面又抓到了两条鱼 并且这次的分量还不少 消灭完鱼肉之后 头顶也响起了直升机的声音 德野很想放弃媳妇在这里安定下来 但这免不了一顿毒打 看来还是回去照顾家里的黄脸婆吧 委内瑞拉挑战成功 下一期德野将前往泰国的三角洲地带 这里号称强盗的国度 要是运气不好被鸡肉猛难看上 估计晓得得的嫩局就要不保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德野的观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德野这次将要前往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 金三角洲曾是毒贩的天堂 直到现在都有可能在哪个山洞里猫着百来好人 没有食物 没有水 没有装备 甚至没有头发 德野能否在这藐视法律的地方战山为王 别着急 正片马上开始 刚下飞机 德野就紧张地四处观望 生怕哪个地方突然冒出一群 拿着阿卡74的强盗 现在浑身上下值钱的东西 除了摄像机外 就只有后面的小菊花 被抓到的话估计就要变成向日葵了 除了这些 还得寻找淡水资源和食物 德野来之前摆渡过这里的地图 远处有一个叫青道的山峰 那边有很大的几率 能够找到水资源 现在有两条下山的路摆在面前 为了以防万一 他将装备留在一棵大树下 凭着多年经验 选择了左边的道路 德野在路上看到棵被雷劈胶的树 树顶上光秃秃的跟他差不多 之后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坑 里面还有圆圆的黑球 拿起来一文差点给他熏音了 走了半小时 德野已经感觉到口干舌燥 正好不远处就一棵香蕉树 上面的香蕉看起来非常可口 但德野这小短腿爬不上去 既然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树 香蕉树的精干也有很多水分 就是这表情也太销魂 不知道的还以为吃到什么至尊美食了 补充水分之后德野继续撸树 梅一会就给香蕉树撂倒了 赶紧先包开一个长长线 结果里面长满了湿透 差点就给德野的牙崩坏了 也不知道是香蕉太老还是品种的问题 评论区有知道的帖子 来给宝哥长长知识吗 谁想到他的倒霉域还没结束 此时天空雷声滚滚 啥事都没干的德野 瞬间就戴上了痛苦面具 他打算先用香蕉树皮做件衣服 管他啥直接往身上套 梅一会就合成了见性感的长袍 之后扛起香蕉树干就往回走 虽然很笨重 但目前的水资源也就只有他了 现在天空的乌云已经密集到吓人 好在德野找到之前留下来的工具 想在段时间之内 建造能防雨的庇护所是不可能的了 思索了片刻 德野来到树叶最密集的树下 用枯叶将全身覆盖 希望能用这个方法熬过今晚 到了第二天德野人都被冻麻了 树上唧唧笑的馋 刚好又打扰了美梦 那这可不能让他见到明天的太阳 直接头也不去一口吃 又脆又暴汁 口感还是鸡肉味 总是扛着根树干也不是个事 补充蛋白质之后 德野打算先去寻找水源 他今天朝着另一条路下山 这边的环境明显要好上不少 德野在地上捡到了一些油杆子 放入口中一尝 哇 这酸爽 直接好吃到颤抖 继续走了一段路程后 终于发现了小溪 德野又露出了给给给式招牌笑容 也不管水有没有毒直接开喝 接下来就是搭建庇护所了 德野沿着小溪一路向下 找到了一处开阔的地带 没想到这边竟然如此顺利 正所谓反着选 别墅靠海 要是一开始走这边 那绝对要巴士不少 唯一的弊端就是蚊虫太多了 只见德野一脸猙獰 然后从当下掏出个水汁 好家伙 他可真会吸 也是这玩意不能吃 要不然拿自己当诱饵 德野还是干得出来的 他来到河边找了块锋裂的石头 这非常适合当做伐木的工具 就是这速度实在是难顶 隔壁被野都等睡着了 他才弄下一根竹子 还给手划了个伤口 之后德野明白了 这还不如靠蛮力来得快 跟竹子战斗了两个小时 又花了五个小时搬运 德野终于收集到了搭建需要的工具 难 实在太难了 德野感觉自己头发都快泪白了 回到平地迅速搭建出支架 可无奈后面的竹子不给他面子 经历一番调教才给他们弄好 当语鹏就用芭蕉叶 这样一片一片摆上去 简直算得上是豪华别墅 现在庇护所弄得差不多了 德野类的筋疲力竭口干舌燥 腿上的汗也吸引了很多汗风 打又不敢打 趴在腿上贼痒 赶紧来到别墅旁边的露天泳池 洗个澡爽一下 这感觉就跟家里的浴缸一样 还能不停换水 简直太巴士了 洗净三物之后 德野感觉神清气爽 今晚绝对能睡个好觉 第三天德野精神焕发 他刮下一些木屑用于生活 在竹子中间钻出个小孔 然后用两个竹子进行摩擦生活 过程很顺利 没一会就弄出了火星 放到木屑里吹一下就起火了 德野又高兴地发出了给给给的怪笑 现在有了火 作为精致男孩的他准备弄杯茶喝 在此之前还得做个竹筒 之后又是一顿猛砸 给摄像机下的大气都不敢喘 砸了七七四十八下 终于开了个口子 直接灌入昨天的洗澡水 自己身上搓下来的东西 才叫原汁原味 撕溜一口嘎嘎香 挨饿的味道 但这样的生活满足不了德野 还得找点蛋白质吃吃才行 于是第四天一大早就外出布置陷阱 他找到了一块比较空旷的地面 德野推断一定有很多鸟类鼠类在这里活动 所以打算做个落实陷阱 诱尔就用四处活蹦乱跳的炸猫 直接给他来个透心凉 再也跳不起来了吧 之后又来到水池边 这里正好有只蛤蟆在呱呱叫 德野顺手一掏直接抓了上来 没想到的是这蛤蟆还懂孙子兵法 处理他的时候装死 然后趁其不被瞬间跳走 气得德野继续回去摸索 没想到这次把蛤蟆他爹抓了上来 真是生了只坑爹的玩意 这回德野直接暴力施法 给蛤蟆体验了一下 什么叫一步到位 画面实在太残忍了 还是直接跳到开吃阶段 先来一条丰满的烤腿尝尝胃 嗯 外焦里嫩 简直美味 还好心地给粉丝们留了只手 实在太好吃了 坐了五分钟都还没回过神来 第五天德野打算对小鸟出手 他找到一根韧性比较强的树枝 做出一个圈套 准备一只富含蛋白质的虫子 捕鸟陷阱就做好了 铁子们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记得点个赞交学费 到了晚上天空乌云密布 但是德野有豪华别墅 把火虫转移进来根部不带怕 不过更离谱的是热带竟然下起了冰雹 一瞬间给豪华别墅炸得稀烂 冰雹停后德野准备去看看陷阱的收获 大老远就看到有只杰瑞被压成了薯饼 德野激动地发出了嘎嘎嘎嘎的笑声 今朝有酒今朝醉 德野赶紧回庇护所 准备生火开烤 一口鼠肉下肚简直不要太美 甚至连杰瑞的脑袋也不放过 一口下去嘎嘣脆 鸡肉味 来到这里了个把星期 德野彻底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 他还给自己做了个鞋便式水壶 这样在外边就不用担心口渴了 之后又用竹子整了个花洒 这里已经彻底编成了德野的浴池了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原来德野是想在最后两天 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因为当地的游牧人 不会长期在一个地方生存 他们会为了防止资源用光 而提早搜寻新的区域 德野沿着小席一路向上 发现了一块更大更锋利的石头 用来做把斧头再适合不过 这下撸树啥的就要轻松太多了 第九天德野前忙捕鸟陷阱查看收获 看这个笑容就知道肯定不简单 一只松鸡静静站在那里 除了无生命特征外一切良好 烧烤吃腻了 德野这次打算整点当地美食 他收集了一些竹草 还挖了一些生姜 爬到山顶准备干饭 把肥嘟嘟的松鸡剃光毛 然后混合配料全部放入竹筒 放到火上烹饪七七四十八分钟 等待过程中德野急到口水都流出来了 看着美味的色泽 怀疑是节目组先炒好送过来的都不为过 还不忘给粉丝们闻闻最香的鸡头 看着星辰烤着火 吃着鸡肉哼着歌 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也莫过于此罢 第十天悄悄来历 节目组的飞机也在头顶盘旋 德野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但为了粉丝们还得准备下一趟旅程 泰国金三角挑战成功 下一期德野将前往最大的非洲草原 在这片地区中 凶残的美洲湖也只能算个弟弟 水牛 大象 长颈鹿 河马 随便拉出一个都是食物链顶尖的存在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 德野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生存挑战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热气腾腾的炭烤红薯 酸甜爽口的野生黑莓 营养丰富的仙人果实 还有两条食物斤重的大鲶鱼 艾乐德这次的收获 简直是想至不尽 卢旺达是非洲最大最荒芜的草原 各式各样的大型动物生存在这里 最具有威胁性的海底是大水牛 它们被誉为寡妇制造者 安纯旦被牛角顶到的话 就算超人来了都糟不住 而德野落地就跟它对上了眼 要是高子有个三长两短 回去估计要被女朋友大谢八块 好在它已经想到了对策 这两生霸给水牛吓得掉头就跑 怎么还有人乱认亲戚呢 赶走水牛后 德野感觉自己有些残忍 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安纯旦 他必须这样做 头顶太阳火辣辣 晒在头上白花花 还好德野把头发放在了家里 非夜生存首次第一要素 无论出生在何地 都要先搜寻水资源 七公里外正好有一大片湖泊 但这个距离走过去 估计也只能等节目组来收尸 并且缺德地图还显示 中间隔着两座大山 借此机会 德野正好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雄风 他选择了一条动物脚印密集的道路 然后找到了最爱的奥利给 这就说明动物们饮用的水源 就在不远处 话不多说 德野直接一个猪突猛进 看到水瞬间就笑嘻了 虽然看起来不咋样 但你就说这是不是水吧 死溜来上一口 满满的粪便被 德野直接好喝到戴上了痛苦面具 之后为了不让自己娇嫩的皮肤晒黑 他整上了牛粪加泥土白的护肤霜 特别是这能反光的鲁蛋头 草原上有很多橡草 柔软而又有韧性 做个小裙子心里别提有多美 时间不早 今晚就勉强在这里睡 想要吃到大餐要先怎么做 德野选择遵循三天恶久顿的老规矩 并非是他不去狩猎 在非洲大草原的夜晚 没有火很容易被肉食动物盯上 没想到这次钻木的过程十分顺利 德野还是头一次这么快就能享受到火焰 到了晚上周围一片漆黑 狮子猎豹那些德野还真不怕 大不了把命交出去就行了 但要是猎狗 这小嫩菊就要遭殃了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 德野刚想去喝点水 但已经被一只水牛结足先登了 本来想用叫霸大法吓走水牛 结果不远处大部队正在赶来 德野瞬间就耸了 他可遭不住这么多个霸 牛群享受完之后 潭里的水已经所剩无几 德野又得重新拿上行囊背井离乡 走之前还给水牛留下了恶狠狠的眼神 还好山上的野猪给了他另一个方向 沿着道路走去发现有个洞口 用枯草将上方的陈年老物抹去 这口天然水井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享受到水的清甜之后 接下来还需要补充蛋白质 脚山羊是很好的狩猎目标 可惜的是德野身上没有任何工具 而且也不知道这片地区有没有其他猛兽 这时草地里有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是马铃薯的根筋 不出意外的话下面应该有好货 德野找来一根羚羊骨头 拿起石头就狠狠地砸下去 锋利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当挖土的稿子 对着地面就是一顿猛凿 七七四十八下之后 竟然只收获到一个小土豆 德野开始用他那三年级数学的大脑飞速思考 挖一颗土豆要消耗一百卡路里 但他只能补充回来骑士卡路里 慎重思考后近海觉得有些小赚 然后高兴地向观众们展示智慧和成果 连皮都懒得去 烤好了直接吃 还能补充补充土元素 第三天德野打算去几公里外的湖泊看看 天天烤土豆容易吃也不是个办法 换上熟悉的蒙面霞皮肤 拿起装备 开始了长途的跋涉 不过高德地图显示 正前方有两座山挡住了去路 虽然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但上山一米消耗的卡路里 足够他在平地上走八米了 所以他选择从山谷中间绕过去 看到梅 这个就叫智慧 下次谁再说他大聪明小型德野跟你急眼 长途跋涉了六个小时 德野终于看到了湖泊 这里有很多鸟类 看起来很小 但是补充的蛋白质可不少 这种类似于江国的红色果实叫黑梅 味道毕竟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糖分 其他食物变黑是坏了 而他确实熟了 再往深处走去 德野找到了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这里的情况一切良好 如果能抓到只鸟尝尝就更好了 到了晚上 德野被河马上岸的声音吵醒 这种生物夜间会出来吃草 德野听到周围密密麻麻全是脚步 不出意外的话是被满编队包围了 还好河马对几天没洗澡的臭宝不起兴趣 第四天 德野本来打三去河里清洗一下 可这里早就被河马占领了 但也只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不爽 这里的环境很优美 天空的鸟儿似也熬翔 树上的猴子四处狂奔 但这一切都跟埃厄德没关系 沿着一条动物走出的临间小道 德野看到了一只落单的河马 本想过去给他的教训 但杀气太重被河马看到 一溜烟跑了 现在德野有气也没得撒了 仙人张果是能补充很多的能量 别看这外表不怎么样 其实里面的果肉非常营养 一口下去酸酸甜甜 实在不要太美味 现在德野的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一半 但想象中的美食还没有诞生 他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怂鸡的踪迹 于是便打算做个陷阱 先用灌木丛叶子 做成坚韧的绳索 然后就可以布置陷阱了 经过潜水驱使发现有条鱼在蹦达 德野打算海陆双管旗下 又搬来一些木棍 支撑捕鱼陷阱 虽然有动画 但这条鱼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不远处土堆上还有一堆诱饵 对此白蚁只想说 你情高 你了不起 你拿我的命去钓鱼 万事俱备 只剪蛋白质自己送上门了 在此之前 德野只能先吃着没有熟透的黑莓 也不知道这苦逼日子 啥时候才是个头 就这样一直熬到第七天 坐时等死不是德野的个性 正好今天太阳不上班 趁着的好天气 准备去更远的地方探索一下 这一路除了大树上发现的两只沸沸外 其他啥动物都没看见 而且沸沸还直接被德野的王八支系 吓得四处逃窜 但不远处却是另一片景象 非常多的草食群集动物在这里生存 看起来犹如天堂一番 当然也是肉食动物的自助餐厅 虽然景象这么美 但对于德野来说 却只能继续挨饿 这笔手还大的奥里 给是大象粪便 对于这种神秘的生物 德野也很好奇 稳住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德野跟着痕迹一路向前 终于发现了百米开外的象循 于是他准备开着进步 瞧咪咪摸上去给大象来一段特写 这要是被大象知道有个尾随男跟着 估计会冲过来 给他两鼻子直接砸进土里 这棵树是最后的掩体 为了能让粉丝们看到大象特写 他也是拼了 回去的路上 德野又发现了长颈鹿 他们的脾气比大象要好很多 就是经常腻在一起给观众喂狗粮 游山玩水了一天 德野都忘记自己是出来觅食的了 果然每次挑战都逃脱不了 三天饿九顿的魔咒 不鸟陷阱现在已经是没啥收获 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击拖在水里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竟然没出意外 德野一个擒龙手 直接抓到了比戈背还大的链鱼 兴奋到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 但没想到的是 和里竟然还有一条 好家伙 这不就是双喜临门了吗 实在太爽了 这份量吃上两三天都不成问题 一口烤鱼下去 嘎嘣脆 鸡肉味 这来之不易的美食 让德野也放松了很多 时间到了第十天 是时候该回去了 德野看着动物群有点不舍 他已经从开始的惧怕变成了欣赏 草原上独特的美深深吸引着他 要不是怕回家跪缩衣板 德野都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非洲卢旺达 挑战成功 下一期德野来到了世界上最热的地方 亚利桑那州的索诺兰沙漠 号称万年无语 在这极度缺水的地方 德野却过的风生水起 鲜嫩多汁的仙人掌花蕊 外交里嫩的烫烤臭肉肉 还有多年前印第安人留下的壁画 钥匙拿出去拍卖 估计能赚个20年劳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德野的观众点个关注不迷路 咱们下期再见 德野这次真的可疯了 这种绿岛发光黑道发亮 狗看了都摇头的山泉 他直接蹲蹲蹲猛喝几大口 隔壁掐头去尾的小辈被人都看傻了 这次德野来到了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 亚利桑那州的索诺兰沙漠 据说十年指下一次雨 水资源成了这里最大的问题 德野刚落地就赶紧摸了摸上边的鲁蛋 还好把头发放家里了 这里白天温度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 可全身上下除了摄影机外 连内裤都是马赛克军替代的 这一串项链是这个小胖子粉丝送给他的护身符 据说被响尾蛇咬了之后能护个全尸 不能说没什么用 只能说完全没用 被野生存手册第一条 水是生命之源 由于地区偏远 德野来不及看缺德地图 只能选择数多的一个方向前进 光溜溜的鲁蛋 头顶着42度的大太阳 考不考的书先不说 身体消耗的水分和体力增长到了平址的三倍 照这个情况下去 没找到庇护所他就先累趴了 还好路上有野生的灌木豆 吃起来清甜爽口 就是凉太少 而且一年只结果两次 德野找到了一些枯草 打算给二弟做件一副 身体最重要的部位可不能晒坏了 由于材料不太够 只能做个性感的分叉库 还把太阳都害羞地躲到了山后 德野高兴地发出了嘎嘎嘎的怪笑 现在鲁蛋头不用遭罪了 德野找到一根又细又长的毛百合 这种植物的精感部分干燥毅然 是在沙漠中快速生火的必备品 这次德野使用火离法生火 只需摩擦9981遍就可看到火苗 放到绒草一吹就燃起了火焰 没想到毛百合这么好用 现在火石有了 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了水资源上 太阳快完全下山了 这个时候出去找水不太理智 沙漠有种仙人张果实里会储存很多水分 吃起来的感觉就像猕猴桃一样 酸甜可口 美味到流汁 不仅能吸取到水分 还能补充点卡路里 之后德野收集了一些枯草堆里的草绒 在地上铺上德牌西梦斯床垫 山谷内非常安静 好消息是没动物打扰它睡觉 坏消息是真的连只虫子都看不见 第二天德野在岩石上发现了很多窟窿 这是原始人用于把种子磨成粉末的 看来这里之前还有个部落居住过 山坡上那排绿色的树显得非常突兀 德野觉得那片地区应该有水资源 路上的河床早已干涸 而走到目的地却发现除了沙子之外就只剩沙子了 这可是真操了个DJ 还好德野发现有个地方与众不同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潭丝水 上边飞舞了大量黄蜂和昆虫 这水看起来就不是很健康 但喉咙都渴到快冒烟 德野管不了这么多 不甘不净吃了没病 捧起一手水就直接喝 要是那天德野不更新了 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喝饱之后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这时他发现水池边有只赖哥宝 看起来肉质非常鲜美 但荔枝提醒德野这种生物毒素非常强 吃上一口就要糖板板 现在火生好了 谁也找着了 食物是下一个难题 不过德野更加担心 太阳会把娇嫩的皮肤晒黑 他打算自制防晒霜 用石头在岩壁上磨成粉 将容易晒伤的地方都磨上 接下来只需要寻找食物了 据说仙人掌200年开一次花 只为等有缘人 而小德德就是那个有缘人 有自知之明的短腿德 用数字做了个采摘工具 就是这样子多少有些滑稽 跟小女朋友求抱抱似的 仙人掌花里面的蕊是能吃的 外貌像火龙果 味道也像火龙果 虽然没啥蛋白质 但能补充很多卡路里 德野越吃越上头 最后消灭了一大堆 好家伙 这是把整片地区的火龙果 都霍霍了个遍吧 之后德野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太阳底下晒干 一眼看去足足有14堆火龙果 这下足够吃上好一阵子了 今天德野觉得自己过得十分舒适 不仅找到了水资源 还收集到了大量的食物 现在要担心的就变成了天气 虽说索诺兰沙漠十年才下一次雨 但天空上的云可不会跟你商量 得早点做好防护准备才行 首要任务就是先搭建庇护所 这种墨西哥赐母的精非常有任性 用来搭建庇护所的框架 再适合不过了 再收集一些沙漠金雀花 覆盖在上面当当雨棚 花了一天时间 终于完成了甜蜜的小窝 外形不大 但很暖很温馨 果不其然 到了晚上天空雷声滚滚 紧接着就是一场大雨下了下来 德野非常庆幸自己搭建了庇护所 不过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 大雨能否引出山红 要是冲到庇护所这边 那他的小命就得交代在这了 还好到了第四天啥事都没发生 天空中虽然还有些乌云 但威胁不大 德野总算能松口气了 先来一口雨水压压惊 嗯 大自然的味道 真不错 之后德野还小心翼的拿石头盖上 防止雨水蒸发 今天他准备制作捕兽陷阱 因为方圆无理 就只有前天发现的一个水池 一定会有其他的动物来这喝水的 所以德野在道路上设立了好几道关卡 想要喝水还给过他这关 之后德野来到石头这边 做个比较老套的陷阱 仅需一个石头两根木头和一些绳子 就能完成让动物们闻风丧胆的四字陷阱 做工快 效果好 德野一口气做了五个 接下来万事俱备 只差蛋白质自己送上门来了 可到了第六天 德野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但他却有了一个大发现 原本用来盖雨水的石头 不知道被什么生物打开了 他推测可能是一只小型动物干的 为了抓到这个真凶 德野打算动用自己的真正实力 在此之前先看看昨天的陷阱 不出意外的话前几个是没啥收获的 而意外的是最后一个陷阱被触发 但却被猎物逃脱了 看来这只动物不简单 德野准备暂时撤退从长计议 现在太阳的温度越来越高 庇护所是待不了了 德野在不远处找到一个山洞 里面写满了印第安人留下的壁画 看着形象生动的表达图案 要是拿出去卖估计值不少钱 开玩笑 这可是真正的远古之物 上面留下的图案 代表着当时原始人对于狩猎的祈祷 德野受到了启发 也打算给自己来个画像 但他没有选择画在石壁上 而是拿了块大石头 因为觉得这样会亵渎神灵 最后德野花了一只兔子 相信神秘一定会在暗中保佑自己 回去之后赶紧在储存淤水的地方布置个陷阱 但是布置的时候出了点小插去 逼兔子没抓到 心给自己手干费了 还好最后德野凭着毅力寒成了陷阱 这下就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了 一直熬到挑战的第九天 马上就要到撤离的日子了 如果还吃不上一顿好的 那这次就算是个失败的挑战 德野绝不允许隔壁小贝贝超过自己 他来到陷阱处 虽然已经被触发了 但是什么都没看到 德野心如此灰 结果打开一看竟然有只臭幼 虽然差点被刺一嘴尿 但有了食物的德野又发出了嘎嘎嘎的笑声 把臭幼弄出来后 迅速且人道地处理掉 解剖画面过于残忍 咱直接跳过 德野为了能让这顿美食看起来更加丰盛 去外头收集了一些木豆夹 这些蔬菜中间的甜味 可以中和臭幼肉的气味 放到墨盘拿石头砸成粉末状 加点水之后 用三天没洗的手活成粉团 最后做成这样的新人掌花蕊派 这手工 不得不承认德野还是有点本事的 回到庇护所这边 臭幼肉已经烤好了 简单粗暴地来上一大口 哦 嘎嘣脆 鸡肉味 就连家里的烤牛肉都没法和他比 仙人掌花蕊派这点心的味道也不错 德野直呼这辈子没吃到过这么好吃的美食 连家里婆娘做的蛋挞都没这么好吃 吃完之后德野感觉有些口渴 这时天空懂事地下起了雨 德野给我们表演了个圆梦华舞曲 然后赶紧跑到山洞里避雨 毕竟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再因为淋雨发生点意外可就不好了 虽然这里的生活很美好 但德野更加想念家里的未婚妻 毕竟家才是新所属的地方 其实他是想念那山能双开门的冰箱罢了 第十天悄悄来历 德野终于到了要回家的时候了 拿雨水洗了把脸 迫不及待想要渐渐分离许久的未婚妻 好了 德野单挑荒野低级到这就完结了 帖子们喜欢的话之后还会继续更新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荒野求生视频